好 那么我们今天录期不瞎避避 我们今天这一期不瞎避避讲的是 如何清理你的相机和镜头 这个我也被很多B站的小伙伴问过 怎么清理相机上的灰尘 或者是CMOS上的灰尘 那首先我们说一下 怎么清理相机上的灰尘 那我现在留一台相机 一般来说相机的灰尘 就是一般的毛刷刷就可以 就是类似这样的 或者你管你女朋友 要一个这样的笔之类的 就是刷脸用的就可以了 因为相机外观无所谓的 所以说随便刷一下 就是缝隙地方刷一下 对吧 都OK的 来刷一下 这个反正相机外观上的灰尘 无所谓 我觉得想清理可以清理不想清理 也没有关系 镜头上的镜头 我们先说周围的灰尘 周围的灰尘的话 也可以刷 没有什么关系 另外有一种叫做气吹的东西 就是这种 捏它的时候它会有气吹出来 比如说像这种镜头上的一些污渍 你用刷子去刷的话 因为刷头本身它可能质地比较硬 那么有可能会划伤 你镜头前面的镀膜或者什么的话 一般都不用刷子 那我们就用这个气吹 那气吹的话 你只要这样吹一下就可以了 使用之前呢 记得注意就是这样多捏一下 因为它这个镜口的地方呢 是有可能会进灰的 有可能有一些灰尘在里面 那么你就是这样空的捏一下 然后把里面的灰尘排出来 你再不至于把这个灰尘吹到镜头前面 所以你这样吹两下差不多就可以了 不用吹得特别厉害 那我现在是前镜组 那后镜组呢 后镜组的灰尘 我个人建议不要用任何气吹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镜头的这个后镜组不是密封的 就是说它有可能会灰尘会钻进去 那么如果后镜组有灰尘的时候 你使用这个气吹 有可能会把这个灰尘直接吹到这个镜组里面 我之前就有遇到过这种事情 就是把这个后面的镜组的灰尘吹到镜组里面 然后就没法吹出来了 对吧 它就在里面算是一个灰尘了 所以我个人不太建议用镜组去清理后面的灰尘 那么怎么办呢 假如说有灰尘的话 我个人建议是用类似这样的灰尘 灰尘的话可以如果不知道能不能看清 就是它这里面是确实有一个灰尘的 你用这个灰尘轻轻的 把它这个灰尘给粘出来就好了 不要用那个气吹 气吹的话就会把这个灰尘吹进去 这样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后镜组不会特别多的灰尘 基本上就是你使用完以后 把镜头盖上以后 没有不太会有灰尘 所以说后镜组觉得这样清理 那么市面上还有一种叫做这种东西 这种叫镜头笔 那镜头笔呢 这种镜头笔就是淘宝上 大概就五块钱一根吧 一边是这个毛刷 另一边呢是这种绒的头 这种绒的头的话 就可以去擦拭这个镜头的表面 但是呢 怎么讲我个人不是很建议这样擦 因为什么呢 就是大部分在外面的灰尘呢 它不光是灰尘 它有可能是会有一些油籽 油污 小的这种油性的颗粒 那么你这样一擦 就相当于均匀的 把这个油籽抹到这个镜头上面了 如果你试过的话 你就会发现 镜头上会有一个痕迹 所以说我个人不是很建议 如果你能用气吹吹掉的话 就用气吹吹 就是尽量的不要接触这个镜头 那么如果实在是 说我必须要 就上面很多油字 或者是下过雨 有一些水字 那怎么办呢 我个人是建议去买一些 镜头专用的这个清洁液 首先声明啊 我不是做广告啊 我因为我只用过 微高的这个产品啊 所以说我个人用起来 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真的不是广告 它也没给我钱 只是我个人只用过这个品牌啊 那它网上会有些套装 类似什么 什么全化妇清洁棒套装 还是什么相机清洁套装 反正是它里面会有一些东西 我这个里面的话 这是 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也有这个 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清洁棉 或者是一些镜头的清洁的布 用它们这个布也可以 但是用完这个东西就用不了了 所以说还是 我还是比较省着用 用刷子就差不多了 那这个怎么用呢 这边有一个叫做镜头清洁液 那么在镜头清洁液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个镜头清洁液 滴到这样的一个棉签上面 然后在一个镜头上 均匀的抹开 就可以把这个上面的一些油渍 都给涂上 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办 我发现最有效的方法 是用这种镜头纸 很便宜的这种镜头纸 大概就是一块钱 很多张的这种 就说这种纸呢 在你涂完这个清洁液以后 撕一张这个纸 然后在镜头上擦拭一下 镜头清洁液 连带这个污渍一块 都会被擦得很干净 我个人觉得这样使用下来 这个镜头清洁 起来是最干净的 如果你用镜头清洁液 清洁以后 再用这个镜头笔 镜头笔会越擦越脏 就是我个人的 这个使用习惯 如果你觉得OK的话 你也可以这样用 反正我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种 虽然很便宜这种镜头纸 但是配合这种清洁液 擦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不过就是说 只有在就是你的镜头 脏污非常严重的情况下 才清理 那如果大部分情况下 最好不要去碰这个镜头 因为你擦一次 肯定就会对你这个镜头 有一些损伤 所以说尽量少的清洁 必要的时候才清洁 这个就是我个人的 一个镜头清洁的 一个方式 反正记着后镜组 我不要拿气吹吹就可以了 因为我把灰吹进去过 我们讲完镜头上的清洁的话 我们来讲一下 CMOS上的清洁 因为我个人大多都是使用微单 微单它因为它法兰剧比较短 所以说你直接把镜头拆下来 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CMOS 那正因为它的这个CMOS 暴露的比较靠外 所以说它也更加的容易 沾染这个灰尘 单反来说 因为除非你是完全打开的情况下 它才可能有灰尘进去 而且它又CMOS又比较深 所以说没有像微单 这么容易地去沾染灰尘 那怎么检查你CMOS上是否有灰尘呢 当然一个就是通过这种 直接的这种肉眼去观看 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看清啊 一般这个CMOS上灰尘 叫强光下面才可以看清 你可以看到吗 其实这个CMOS还是非常非常脏的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其实还是非常脏的 那么就是因为这个GX8 是我最近才买的 是一个二手的 所以说上一家可能 对这个不是很爱护嘛 所以说就这个CMOS很脏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清洁一下 还有一种方式是拍摄照片 怎么怎么弄呢 就是把你的相机拨成A档 然后调整光圈到F11或者F16左右 然后对着任何一个白色的平面拍摄 这时候虽然不管可不可以对上焦 不管是快门多少 还是ISO多少 直接拍摄一张照片 然后因为它在光圈很大的时候 你是看不见CMOS上这些灰尘的 你必须要在光圈很小的情况下 F11或者F16 这样的话CMOS上如果有灰尘的话 你放大照片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 就是某些边角这个地方 有可能会有一些脏的污迹 所以说为什么要在白的背景上看呢 就是这个脏的污迹会比较明显一些 假如说你发现有的话 那么你这时候就可以清理CMOS 一般的相机呢 是在机身内部有一个叫做传感器清洁的功能 它相当于是震动这个传感器这个表面 然后可以把一些灰尘给清理掉 那么你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有些相机会震动CMOS 有些会震动CMOS前面有一个滤镜吧 然后可以把这个灰尘震下来 大部分情况下这样的灰尘都可以去掉 还有一些情况下 就是在你的CMOS上面确实是比这样震 已经震不下来了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一些物理的方式 那把镜头卸下来 还是用我们的这个气吹 气吹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不太接触CMOS的一种方式 因为我现在是这样拍嘛 最好是就是这样倒下来 利用这个重力让这个灰尘下来 纵向的情况下气吹这样吹 可以把这个灰尘吹下来 尽量是不要接触这个CMOS 你可以往里面吹一点的话 它这个风的力道会大一点 就可以把它吹下来 那么把它灰尘吹到这个CMOS里面的话 或者是周围这个机身里面 倒是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因为它不影响成像嘛 然后钻在这个机器里面的话 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个人使用下来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所以说用CMOS 用这个气吹清理一些浮沉 还是可以 假如说你发现就是气吹吹上去 吹过以后 还是有一些脏污 那可能就是污渍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不能用气吹了 我们就用其他的东西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威高 它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 什么清洁套装 CMOS这个清洁套装 那么打开以后 它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 CMOS清洁液 还有这样的一个CMOS清洁笔 清洁棒 那使用的方式很简单 当你拆开以后 它里面就是真空封装的 里面这个CMOS清洁棒 就是非常干净的 如果你开一个全新的话 官方建议是用一个就是扔一个 但是我个人反正是 CMOS清洁棒用了几次 感觉也没有很脏 所以说就一直重复利用了 那么我们怎么用呢 就是把这个清洁液 滴到清洁棒上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 反正是这个清洁液滴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在光下面 把这个 这样 单向的拉一下 然后还是 我看起来还是有一点点脏 没关系 我们再拉一下 可以 它这个右下角还是有一点点脏 那么再反向拉一下 可以多拉两下 因为 因为 其实大家不用特别担心 因为CMOS上面它还是有一层 这个保护镜的 所以说不是那么特别容易被划伤 而且因为像这种真空包装的这个清洁棒 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灰尘的 所以说 这样多擦两下 没有关系 微高这个清洁液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它在CMOS上擦的时候 它不会留任何痕迹 在这个CMOS上面 然后 哦 Shit 那么它挥发也是比较快嘛 所以说 不会在CMOS上留下痕迹 就不会影响你的传感器 我用过其他 就是别的牌子那种 很便宜的那种清洁液 擦完以后 就会在那个CMOS上留下 非常严重的痕迹 基本上就 CMOS就毁掉了 多 清一两次 我不知道你们能看见 就是 不会在CMOS上留下任何痕迹 还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你害怕有残留的话 可以再拿一根干的清洁棒 去把上面这个 清洁液擦一下 好 那么仔细检查了一下 然后用这个强光检查了 才发现 差不多了 我个人是不太建议 你经常的去清洁这个CMOS的 因为首先CMOS不是那么容易脏 就是如果你拆下了镜头 及时更换镜头 及时把镜头盖上 把这个机身的这个盖子盖上的话 就通常来说 不会那么容易进灰尘 除非是 比如说有人很贱 就是手扣到里面了 会在上面留下痕迹 或者是一不小心之类的 就我个人的这个使用经验来说 CMOS脏得这么厉害 很少很少见 就是大部分我的 像我的索尼相机 基本上没有清理过 根本就没有清理过 CMOS很干净 所以说 除非是像这种 确实比较脏的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清理一下 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 还是用气吹吹一下比较好 就是尽量不要接触这个CMOS 因为你只要接触上去之后 就可能会把新的这个脏物带上去 如果你是确实 是自己的动手能力不行 或者怎么样的 那么如果你买的是行货的话 尽量去找售后 售后会帮你去来清理这个CMOS 或者是 比如说你像佳能 在上海这边的话 它会有一些活动 就是免费的去帮你清理 这个CMOS的活动 如果你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它也可以去帮你清理 虽然可能不是加盟相机 但是它也可以帮你清理一下 那今天